发火了 昨天晚上活的这个面太软了 把它搓成长条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飞 最让你们怀念的街边小吃是什么 我最爱吃的不是 吃着香闻着臭的臭豆腐 也不是飘香四溢的章鱼小丸子 而是最普通最普通的炸串夹馍 你们呢 距离上一次吃这个炸串夹馍 有些久远了 都记不起什么味道来了 但是现在想想就觉得香 现在这个炸串夹馍卖的也比较贵了 一个馍加几个蔬菜串 加一起就得十来块钱 咱今天自己和面 这儿八经做一次 回忆回忆当年那个味道 先来做个白鸡馍 饼不要太薄 因为我们还要夹串 下饼皮 放一下面 烙熟出锅 来调个酱料 烧烤料 自然 白芝麻 有香粉 药粉 鸡精 甜面酱 辣椒油 焦热油 油热先把这些熠熟的青菜炸一下 炸熟炸透 控油捞出来 放入调的料理吧 第二锅火腿香 鸡柳 第三锅炸饼 一会就可以开吃了 火烫 一包从中间割开 现在磨上沙酱 来杯火腿 鸡柳 各种菜 我的天呐 太香了 就是这个味道 你妈是什么大娘 一般的小吃你了不没 一般的小吃你了不没 我现在只要做个吃贵 只要做个货人家吃 没人还是吃下贵 感觉这种大串夹馍 比普通的串串又好吃 反正一夹到这个饼里 就特别的美美了 这个饼炸的焦焦的 特别香 哇 看什么油 我这次炸的都是自己爱吃的菜 青椒 茄子 蘑菇 还有面筋 火腿肠 再加上鸡柳 每个饼里面筋 每个饼里都裹着这些东西 超有油骨的过瘾 这种油炸食品 偶尔吃一次还可以 煎上少吃 高热量的食物 吃饭增重好一斤 在济南这种炸串夹馍 这个小吃它特别火爆 一般它们都是12年以后才出炭 听说一个月能吃上饭了快 假设是暴力行业 下一步我也可以摆菜卖了 烙了九个饼 还剩下两个 我要克制自己不能再吃了 要不然这一个月 我都得结识减肥 那要太受罪了 可是光是可爱还是不够 我必须要成为她喜欢